我来到了韩国人推荐的那家 看了他们的菜单和现场的一个氛围 我就走了 看我说韩国人肯定什么也有问题吧 就这家 但是他带着这一个地理位置很好 是他们的一条 我觉得商业步行街吧 上面有很多就是徒步需要的装备的采购的店 还有一些很美丽的当地服饰的店 还有一些旅行社也分布在这里 可以去问派品的价格 还要买叙鲁卡拉的机票 刚刚我看到了一家店的裙子 和小转快厅喜欢 但是我转念一想 现在可是冬天哪 所以就没有买 还问到了我想要的冰爪 一条街全是的 冰爪价格最低可以赶到七八百 当地货币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今天也不想买 先把机票的事情搞定吧 机票很贵 现在从这里飞到卢卡拉要185到190美元 因为现在是淡地 又飞的人不多 但另外一个城市 还有飞机过去也要160美元左右吧 然后有一家里 这里小哥很高兴 你走进去啊 就是我先要做吉普 吉普现在他们报价是3000到5000当地货币 七个小时 做到一个小村子 然后从小村子走到卢卡拉走进去 他说凭我的体力两天就可以走到了 我去真的吗 我要走进去吗 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做吉普还可以做巴士 巴士更便宜 但价格他们都不知道 从这下旅行社出来 上海来的时候是一个小桌在里面 他告诉我从另外一个机场过去 150到160美元 现在是160美元 通常可以给到155美元 从家的满毒飞过去是190美元 通常可以给到185美元 今天来就换了个大老板 就涨价了 他说现在只有另外一个城市有 这便宜的那个城市 现在便宜的那个城市要190美元 我要走的时候 他跟我说175美元 上次这一条街过去 两三家旅行社的小哥都跟我说 现在有吉普社到的地方 只要3000到5000当地货币就可以搞定 现在只要hacking两天就好了 20几公里 最新的一条路 也是以前的传统路线之一 但是比以前传统路线更缩短了 因为现在尼泊尔正在修一条 从加德满都自驾到卢卡拉的大巴线路 所以到时候就完全可以不用坐飞机了 又找了一家之前走过的旅行社 他这里既然有加德满都直费的飞机 他给我报价是192美元 太贵了 到另外一个城市 现在要坐两个三个小时的飞机 也要175美元 所以我决定走这个hiking的路线 传统的hiking路线是到Jili 这样走到陆克拉 要走至少四天 每天至少十公里 那现在已经开辟了新的道路 也就是以后的大巴线路 已经修了二分之一 已经修到这里了 所以通常有吉普车或者公共汽车 会到萨利利这个小镇 吉普车八个小时左右 公共大巴要十到十二个小时 那吉普车我觉得快一点比较好 三千五百当地货币 到这里可以再找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因为都是山路 而是只有西普车可以走 可能报价也在三千五百左右 要么你就是走一天半 走到这里 这里又是正式的突破线 现在路还没有修通 就可以到陆克拉 很近很近的hiking的路线 所以我决定走传统书丰大本营登顶的 前辈们的路线的一半 这样走过去 哇我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旅行社的老板 兼导游 他给我规划了我的路线 我一进去他就给我说了 我要走的那个徒步线路 两天就到的怎么走 然后给了我一个 我觉得还算可以的价格 我就没有多奖价 他又带我来买了药 哇明天就出发了 他刚刚一直给我做各种各样的指导 然后一定要我要小心 遇到高反马上返回 一定要走路走的慢一点 就各种苦口婆心的给我各种建议 太感谢了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记住他们家的 可以来找他 刚刚买了一些药 然后又做各种准备 现在去买雪地爪 回到我的hostel 再给大家看看我准备了些什么 来看看我